歡迎大家繼續回到《要財財經台》直播環節 來到問答的時間 如果你都有股票問題想問的話 歡迎打電話來問股熱線204-6566 電郵地址是ask at bschannel.com 身邊的嘉賓是我們的分析員譚志樂 安娜 你好 安娜 你好 事不宜遲 先聽聽嘉賓觀眾的電話 先聽聽第一位嘉賓觀眾 你好 早安 早安 怎麼回事 陳太 我想問一下6889 之前股價不太好 所以走寶沒有入到 8元的時候 現在升到現在下來 還可以嗎 還可以看好一點嗎 可以嗎 6889只在日本 現時股價正在13.1元 現在已經走寶了 對 跌了就在1% 其實回落不少了 這時候去到買 其實是否擔心 股價又會再插進去 其實我自己也不是看得非常正面 但你當然要留意到 他們的股價 特別說在2月份 有一個很明顯的升幅在 我想最主要原因都見到 公司在這個月來 就不斷地回購自己的股份 當然 回購股份一定是一些正面作用 有可能 說管理層 看好他們前景那方面的表現 另一方面 始終回購的股份 對整個股票市場的供求量來說 對股價來說 都有一個正面的幫助 但為什麼說都不是看得太理想 就是這個Daya Japan 本身的基本因素 我覺得都一般般 一直以來市場可能炒作 可能你說日本開賭業 開放一些賭業牌照等等 這些公司 彈珠基公司 都有機會能夠受惠 但到現階段為止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在 而且最重要是說股價近期來說 掉頭向下 勢頭開始有些轉差的跡象在 之前升了那麼多 會不會有些深一點的調整 是有這個風險因素在 如果從圖表走勢上面看 股價自從由之前15元這些高位 跌下來 現階段雖然調整了不少 但相比起整個2月份的升幅來說 這些位置其實都是調整了不夠三分之一 而且在同一個技術形態上面 都見到股價跌穿了 10天線14元這些位置 以及20天線13.4元這些水平 短期來說 即使反彈也好 能不能重上20天線這些位置 都比較關鍵的 如果上不上20天線 我擔心調整幅度大一點 甚至有機會試分11.5元 或者10元這些位置都不出奇 所以暫時來說 我覺得這些位置再高追 其實真的未必太過建議 如果真的要去買的話 我建議考慮等到11元11.5元這些位置 才考慮開始急立 好 陳小姐幫幫到你 最後一位另一隻股反省 這次不會走保 8元沒有入到 真的走到很多 這次沒有辦法 其實擔心股價 股價賭業不太理想 又怕拖累 然後看它升 等它跌跌跌 一直升升升到現在 好 多謝你 不妨礙你 好 別客氣 希望能幫到你 下次再談過 好 轉聽一下 各位家庭觀眾 電話旁邊這次有黃小姐 早安 黃小姐在這裡嗎 喂 我姓黃的 是 我想問港鐵66 自己有沒有貨 本身 本身自己有沒有持有港鐵 有啊 有啊 什麼價位買了 我是投回來的 好啊 就是IPO買的是不是 是的 十幾年了 嗯 好啊 繼續持有著就是港鐵的 現時想有什麼部署 沽了它還是想問股份的情勢 只留起它 只是沽它 好啊 見到港鐵方面 66 現時股價在36.25元 下個月就公佈業績 即前暫時股價 沒什麼變動 這一刻都沒有升跌 那家庭觀眾就在想 好沒有沽了它 持有這麼多年 好沒有現時來講 去到36.25元 這個水位沽出呢 那對於港鐵公司來講 業績就真是未必說最關鍵 大家最關注都是在說 究竟高鐵究竟怎樣收尾 會不會爛尾 那對於港鐵來講 會不會造成一些比較大的風險在這裡 但我覺得其實港鐵駕駛這麼久 這些位置你問值不值得 再繼續駕駛 我覺得是可以的 始終第一方面 港鐵都屬於一隻的公用股 其實公用股短期後市來講 我覺得有條件看好一點 因為最主要的原因 美國雖然有機會繼續加息 現階段的經濟數據上面 都在反映著 他們的經濟面上是強的 但是加息的步伐 沒有之前預期中那麼好 所以這些因素 如果美國加息的步伐 沒有預期中那麼快 或者幅度沒有那麼大 都會有利一種公用股方面的表現 而且港鐵現階段的息率 都仍然是比較吸引 未來來來講 那即使之前講的 派特色的因素 長遠來講 隨著高鐵最高的成本 或者是資本開支的高峰期 慢慢過去 未來來來講 其實派息水平 相對仍然有條件 維持著一個比較健康的水平 至於講到高鐵那件事件 現階段當然講的 高鐵能不能夠獲撥款 這個是非常之關鍵 現在在講的 擔心3月底 開始有機會面臨停工 等等相關的風險因素在 但是你在講的 如果真的講的是 立法會相關的因素 而進行停工等等 這些相關的問題 我想責任 都未必落在港鐵公司上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太擔心 而且在講的 之前講的 可能高鐵方面 港鐵要承擔著一些 如果一旦超支過 950多億的水平 要面對著更加多的資本開支 或者是成本在 我覺得不需要太擔心 始終在講的 是不是真的會長期大幅超支 我覺得有個變數在 因為始終在講的 一些物價成本等等 今年開始來講 都見到一些資源價格 開始從高位有個回落 所以我覺得 其實面對著高鐵的風險 建交一段港鐵 不是真的太大 這些位置再繼續中長線 拿著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好 行不行 黃小姐幫到你嗎 是 但是 他什麼時候派息呢 請問 我想你先看中期業息 然後你在講特別息 始終都是要講 立法會方面 完全通過 他們提議會議才能夠見到 所以暫時來說 派息方面仍然未清楚是何時 要看相關更多的消息 才能夠見到 好 希望能夠幫到你 我們要轉看下一位家庭觀眾的查詢 這個查詢來自電郵方面 有一位就是 K先生想問一下 這隻533金尼萊集團 看到家庭觀眾 竟然未有貨的想買 問現時適不適合 如果是異業的話 整個部署應該要怎樣 看回家庭觀眾說 3月18日就會公佈全年業績 看回中期業績方面 賺了1.6元 仍然派回7仙式 家庭觀眾問現時去到買 又對不對呢 如果533不適合的話 有什麼高息收租股可以介紹 其實你說以收息為主 收租股我覺得未必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始終在講現階段 收租股面對著的問題 就是未來租金水平有機會下降 甚至說地產市市道 不是相對地好 特別是一些零售業務上 做得不太好的情況下 始終未來他們的派息水平 或者租金收入那方面的表現 會有一個很大的風險因素 所以你說 如果以收租為主的話 收息為主 收租股我覺得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至於今來的股份 他們業務上都是從事一些零售業務 但我想你看到的 股價走勢近期表現不錯 我覺得這些位置你問我可不可以買入 如果做一個風險管理短線去搏一搏 都可以的 因為你從圖表走態上面看 近期來說股價升穿了一條50天線之後 都突破過兩個九號半 這些比較關鍵的阻力位 我想短期來說 如果能夠站穩在50天線 兩個九樓上 股價有機會再進一步向上升 所以我會建議 這些位置買入 以兩個九這些水平做止洩位 不穿兩個九 承擔的風險非常小 就是短線搏反彈的目標 看看三個日的水平 謝謝這位K先生的電郵查詢 剩下時間跟隨另一位電郵查詢 有一位劉先生想問2208金峰科技 想來個短線的部署 想問整個賣入價 指示價甚至目標價應該如何移定 見到新能源股份 2208金峰科技 現時股價在9.33元 升超過百分之一 這隻果反由騰投資得吧 金峰科技現階段面 即整個風電行業 面對著風險因素是非常之大 第一方面 風電的營運場上有機會說 始終風電價格未來還有機會下調 始終內地的經濟又不是太理想 很多相關要刺激政策上 都可能有機會從這些電價著手 第二方面 好像金峰科技最主力做的風機方面的銷售 隨著說一些原材料價格 好像銅價 一些資源價格下跌 都令到整個行業的風機價格 相對地有拉低的跡象 那金峰科技 雖然說行業的龍頭技術水平相對地較高 但就到這些因素 都預料第四季 他們的業績表現會非常之差 甚至毛利率 都會有急跌的跡象 最主要都受累同業競爭等等 這些問題在 但是你說行業的差 或者現焦段的基本因素不好 但我覺得風險因素上 這些消息上 都反映了一大部份 這些消息都不是新新聞 我覺得股價跌到這些水平的時候 現焦段是屬於一個橫行代變的格局 我覺得要去買 是可以的 我建議是可以的 因為我都會駁回它 行一個雙底的形態在這裡 以現焦段的估值 大約是7倍PE 7倍-8倍PE 未來業績是很難有很強勁的增長在這裡 但是會不會出現一個急劇倒退 我覺得未至於說太悲觀 所以如果維持股值 我覺得股值是吸引 所以業績如果見到 情況真的不是太差 股價有機會再向上衝 短線阻力位10元這些水平 我覺得可以駁回它升穿 所以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買入 以之前低部 底部8.2這些位置 做止蝕位 不穿8.2 駁回它行一個雙底的形態 如果能夠升穿10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後退股價 升到12元這些位置才股出獲 好 清晰的謝謝你 這次時間也差不多 跟你做回申報 提及股份有沒有哪隻持有 都沒有持有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有另一節的問答環節